欢迎两位 谈恋爱谈了多久 正是一年半的时间 今天你是来挽回姑娘的是吗 对 想分手是吗 是的 为啥想分手呢 之前她对我特别的温柔体贴 刚认识的时候是那个样子 当交往之后 她变了 她变了许多 而且变得特别的散漫颓废 没有丧尽心 你愿意跟她分手吗 因为她 就是她之前 对我一直很好 所以在这方面我也有些犹豫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女生其实是犹豫的 对吧 对 但是在生活里 是不是也提出了分手 所以小伙子才会来 是这意思吗 是的 双方父母都见过吗 没有见过父母 因为她是外地人 在天津没车没房 而且工资一般 你需要 嫁她的时候需要房 需要车吗 车子这边我们俩可以 共同的然后去买 就是房子方面的话 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压力挺大吧 我有取她的决心 是不是挺好吗 但是她的决心表得特别多 您有可能不知道 之前她也很多的承诺对于我 但是她全都没有做到 你说她现在很颓废是吧 对对 你具体给我们举举例子 她是怎么颓废的好不好 那还得说她这边从外地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是就是在天津认识的嘛 当时是我们在玩游戏 经常她给我做一些游戏方面的资助嘛 然后呢 我觉得她确实挺好的 哎呀 你们现在都玩着游戏就能玩在一起 挺厉害的啊 然后呢 就是加了一个微信 我觉得她那个人特别特别的好 经常慰问我啊 关心我啊 然后呢 我这边给她就是做了一首藏头诗 也是为了祝愿她 以后的工作会越来越好 写了首什么藏头诗 两位谁能背一下啊 还是我来吧 你写给她的 对对对 你没记住 那你背一下 宋家好而难 富贵在眼前 小玉金生元 磊藏一座山 藏着啥头啊 她的名思 哎 行吧 然后就喜欢她了是吧 对 说起来特浪漫是吧 后来呢 就是当时见面的时候 偷摸了送我一只玫瑰花 然后特别也特别感动 她什么都没说就跑走了 然后 你送了她一首藏头诗 她送你一只玫瑰花 你们俩就好了 还没好 那个时候没有好 行 没好啊 她就去外地了 当她去外地之后呢 也经常我们俩发视频 她是说她去外地 想多挣钱 结果呢 她那边的生活 也是特别的坚固 然后我一看 我也是为了激励她 这边每天都要 给她做一首事 然后这边 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她告诉我 她有想放弃的心态 然后我说 那行 那就回来吧 结果她就回到天津来了 就是我感觉到她颓废 就是从天津回来之后 她不早工作 每天无所事事地来那床上 然后就是我们俩 闲聊视频的时候 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我就问她 你怎么还不早工作呢 我出去找过工作 也有过面试 只不过我想找一份 属于适合我自己的 准备在天津长期发展的工作 你现在有工作了吗 有 不得了吗 问题是她之前不回来 不一段时间 我挺她着急的 她住在她朋友家 她也不早工作 她天天就那个样子 那别人也会生气 是不是 那段时间有多久啊 半个月左右 这半个月左右 没工作歇一下 然后再找了 现在一直有工作 对不对 对 不能代表她颓废 我生气的是 我给她这边 她刺激大男子主义 她不用我帮忙 但是吧 我这边 我看她没找到工作 我又帮她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呢 我帮她找了工作之后呢 人家那边告诉我要全职 她偏偏告诉人家 她要做兼职 然后经过这番努力 我又劝导她 我又按照她的要求 去找了另外一份工作 她之前她做那些 都不适合她 那我好 我给她找了第二份工作 当她找了第二份工作之后呢 她直接就把电话里面 就给人拒了 为啥 毕竟我是一个男人 为我的规划 就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去找一份属于 我自己的工作 听明白了 等于女生好心好意 帮男生找工作 男生还不领情 是 你觉得大男子主义 是这意思吗 我三天没理她 现在有工作 是自己找的吗 对 她不得了吗 是啊 但是她工作上 又出现问题了 啥问题 她这边是做销售方面的 然后呢 他们老板让她做一个 年度总结的计划表 她这边直接告诉我 你给我做吧 我说我对于你 你的工作情况 不是很了解 我也没有办法去帮到你 对吧 这样吧 我说我有一个小的建议 然后我帮你采纳一下 然后她跟我说 那你说吧 我说就是把你带个表格 然后你做一个 把你之前的那些组数据 然后你拉进来 把你工作的那些情况 然后你放里面分析一下 后期你再有需要帮忙的话 你再问我 过两天我问她了 我说你这个做了吗 然后她就告诉我 这两天特别特别忙 我没时间做那个 我说行 那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问她 我说你做了吗 所以您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她不在意 她既然就是 你让我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让我帮忙 你却是不听我的呢 就是在 你觉得她在工作上 不是那么尽心尽力地去工作 对对对 所以给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没有上进心 对对对 所以这是女生 现在想跟男生 分手的一个理由 对吧 大男子主义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人在工作上面 不够上进 第三个 你要跟他分手的理由 是什么呢 我那边最生气的 就是她先人后奏 比如 比如她把工资卡 主动交给我 告诉我 我这个人比较 经常忘 然后这边需要你帮忙 然后你帮我做规划 我说好啊 然后我跟她对账 对不上 差了几百块钱 然后我就问她是什么情况 她告诉我 她借同事了 借同事了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那什么时候还呀 她就告诉我 过几天就还 我说行 那过一天我又问她 我说那你那个钱 还你了吗 然后她又告诉我 过几天吧 人家最近特别忙 我说好 过几天再说吧 我过一天又问她 那过半个月 她说还还我 我说那过半个月 我说那行 我又等了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 她告诉我 还不回来了 那个同事随份子了 我说那么点的小事 你都能欺骗我吗 就是你帮她管账 你发现对不上账 对对对 是因为她把钱随了份子了 对 她的钱她随个份子 有啥不行的 对呀 我也是挺奇怪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她她着急 我觉得我自己能处理好 所以说我 不是着啥急吗 几百块钱 那大男人 我自己挣的钱 我随个份子 再说你买不是夫妻 你跟她说一声 不就完了吗 这件事情 我自己处理好就可以了 我觉得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不这叫什么 多一事少一事的呀 我也没听明白 除了这个 先战后奏 还有什么呀 她妈妈生病了 然后你说买药 不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她把钱寄回 给妈妈妈买药 我也很理解 对不对 你说这件事情 你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 对吗 她要告诉我 她借同事了 然后考仓一段时间 在我低温之下 她告诉我了 钱回不来了 给妈买药了 所以你这用词不当 这不叫先斩后奏 是她老骗你唯 对呀 在经济问题上 她经常骗你 是这问题吧 对呀 我这边是确实是 给我妈买药着急 然后后来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跟她说 是借给同事了呢 她当时追问我的时候 我就随便答应了 那为什么不告诉她 是给妈妈买药了呢 当时是在电话里说的 我也没有着急跟她细说 那你怎么一着急 就随口说谎呢 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工作忙 她电话的话 你怕什么呢 我是为了就是抓紧时间去开一个会 就直接就把电话给划断了 对呀那你跟她说妈妈生病了 这很自然啊 不影响啊 借给同事 妈妈生病 你这字差不多啊 不影响你的时间啊 因为当时 你担心什么 借给同事 说实话你担心什么 是借给同事和 对 借给同事就意味着这个钱 还能再回来 给妈妈看病就意味着这个钱 不能回来 对吧 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么一个心修 我这钱还能回来 你想表达什么 两个时间 你想表达什么 两个时间距离得太近了 什么时间 就是借同事的钱 随份子和跟我妈买药的钱 这个时间太近了 所以呢你担心什么呢 你是怕她瞧不起你吗 你是担心她觉得你挣钱挣得少吗 还是别的什么 我挣钱挣得 上网 那你说实话就行了吗 所以你是害怕 女生觉得你挣钱挣得少吗 所以每一分钱 你都很算计地在用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才会说谎了 女生接着说 还有别的吗 你要跟她分手的理由 还有 她之前就是刚认识的时候 她就是特别温柔 特别体贴 而且每次都要主动 就约我去吃饭 看电影 她在这方面 确实特别细致 我能感觉到 就是在马路上 然后经常还就是 我鞋带开来 帮我系鞋带 现在呢 我现在都约她 我都约不上 还突然之间放我鸽子 为啥 我那天确实是有原因的 那天我们约会的日子 和我们同事吃饭的 我确实是工作忙 确实忘了 正好是一天 然后那天 我也打电话解释了 但是电话打到一半 没有电了 然后随着时间的紧急 和同事的催促 我就直接去加上吃饭 加上唱歌 然后我这边也喝了很多酒 然后她也最讨厌我喝酒的 然后回到住的地方的话 就两点多了 然后我就直接睡觉了 所以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女朋友的生日 答应跟女朋友过生日 变成了跟同事的聚会了呢 约会不是生日 对啊 因为我跟我们同事 是提前订的 那你跟她是提前订的吗 跟她的话是 要晚在 跟我同事订的日子之后 所以说我把日子计混了 行吧 这是一个解释 还有别的吗 她除了放我鸽子 然后她就慢慢地 她又变得 就是撒谎成性了 你知道吗 撒什么谎呢 因为她不是在加班 她跟同事出去玩去了 她告诉我她加班了 为什么要这么干 那天晚上 要让我陪她一起去逛街 但是同事这边应酬 我确实是推不开 所以说我跟她撒谎 为什么不能直接跟她说呢 你害怕什么呀 但是她这边 确实是跟我说了 我如果没有到场陪她的话 她这边的话 也会生气的 所以说我直接 撒了一个谎 所以你的逻辑是 怕她生气 还有别的吗 姑娘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她主要还是 我看不到她上线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她毕竟是 外地人吗 本来就是房子也没有 村子也没有 然后在家呢 生活上方便 她又没有好的一个规划 我看不到我们之间的未来 我听明白了 就是你现在对她 能给你一个稳定的生活 是没有把握的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是你提出的分手对吗 她来挽留你 但是你又舍不得 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哪部分的东西呢 就是她之前特别的 温柔 特别的体贴 咱们不老说之前 日子不能靠之前过嘛 就是说现在偶尔的 也会打电话问候一下 就徐寒问暖 对对对 然后也偶尔的 也会给我送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还会 就是怎么做呢 就是我每天晚上九点下班的时候 她都会六点的时候 我过来给我送吃的 就很体贴你是这意思吧 不想分 不想分 但是她又看不到希望 这可咋办呢 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秋笔特份卷 小妍 你刚开始给她写诗 肯定是她身上的 某一种品质吸引了你 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见面 对 她哪一点吸引你 她是个外地人嘛 当时就带了几百块钱 不到五百 她来到天津之后 大学是自己半工半读学下来的 我在这方面是特别佩服她 就是自己半工半读 养活自己读了大学 对对对 在你心目当中 她是一个极其上进的青年的代表 对对 但是现在你今天站在我们这儿 用的却恰恰是那个不上进 来形容你对面的这个男人 但其实我跟你说小妍 你今天为什么要跟她分手 就是因为她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你不用再给我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了 什么她大男子主义啊 你给她找工作她不去 这不叫大男子主义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她的自尊心是由她的自卑心里引起的自尊 所以她拒绝你帮她找工作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就站在这儿 实话实说分手就是想分手 不用再找那些其他的理由 而对于男孩来说 你的问题就是习惯性地说假话 今天在舞台上是这样 生活当中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也是这样 其实你完完全全可以和所有人说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特别理解你 你生活的不容易 有很大的压力 你所有的这一切的包装也好 演示也好 周旋也好 都是因为你害怕失去 有的时候你自己也很无奈 你不想说那样的话 你也不想骗她 也不想骗任何人 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你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无需自卑 年轻人只要肯努力 只要脚踏实地 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真正爱你的人 她不是你的诗 正如你不是她的梦 所以祝你们各自安好 谢谢 谢谢左老师 来 珊娜老师 二位好 什么叫上进心 就是我平时在看苏的时候 她都在打游戏 你不能用你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 你不能说你看到的她在打游戏 就证明她没有上进心 你不能说你看到她在干什么 就证明她没有努力工作 但在她的世界里 她可能一直在努力 她在这个城市没有 你觉得应该有的一些东西 而且她在这个城市 如果大家都隐隐漫漫漫 遮遮掩掩 那最后 大家都对不起这段感情 都辜负了这段感情 是不是 谢谢珊娜老师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涂老师 谢谢珊娜老师 你要想想你自己的 哎呀 请不吝点赞 谢谢珊娜老师 一条 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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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